顾佳的男人是不少女性的择偶标准 当年杨女士正是看中黄先生顾佳这一点 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她 哪怕她有过婚时有孩子 我是百分百顾佳天的 可是结婚后杨女士却发现 这个居家好男人并没有让他过上好日子 感觉好无奈 有时候觉得崩溃的那种感觉 曾经好男人形象的黄先生到底做了什么 为何会让杨女士对婚姻无望 杨女士告诉我们 问题恰恰就出在丈夫太顾佳 太把钱当回事了 她爱情都爱我了 她关心钱比关心我还要多 杨女士不能接受 丈夫把家里的经济 看得比她还重 可黄先生却说 钱是家庭生活的根本 必须摆在第一位 当黄先生在现场细数着一笔笔经济账时 我们看到杨女士要么撅嘴 要么别过头 要么苦笑 要么哽咽 一回到那个家很压抑很压抑 我不要说出来那里什么感觉 曾经她最欣赏丈夫顾佳会过日子 为何如今丈夫的会过日子 反倒成了她心中的负累 面对妻子的压抑和抱怨 黄先生又会作何回应 我都过得那么辛苦就分了呗 分了呗 这三个字背后透露着黄先生的决绝 他似乎对妻子不满意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很大很大很大的意见 一年时间也没有 金钱也没有 那我还要这个老婆来干嘛 眼下一个指责妻子不顾家 没付出 一个抱怨丈夫太顾家 只会谈钱 两个人过得都很辛苦 该如何帮助这两个心累的人 找到婚姻的出路 最后他们是和平分手 还是放下心里的包袱 携手前行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节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杨女士 一位是黄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谁先来说 我们矛盾是很多年积累下来的 不是说现在才爆发的 我的要求是说 要么就好好理 要么好好过 但是好好过我有条件 他的精致收入要透明 黄先生说经济这个公开透明 这个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吗 很重要 他爱钱多个爱我 他只关心我的钱去哪里 他从来不关心我工作生活 还怎么样 如果他能认识他自己的错在哪里 多点关心我 多点理解我 可以过下去 怎么样没关心 我所有的时间 精力都花在家庭 跟孩子的教育方面 工作负荷已经超过我的支撑了 每天都是到了晚上 七八点钟的时候 我都是头疼的 我真的我尽力了 他已经说他已经尽力了 是吧 我可以肯定 他真的不是一个合格丈夫 真的我心特别不平衡 一个要管理经济 一切从家庭开销出发 一个要谈情感 希望丈夫多给点爱 夫妻俩一开场的诉求 完全不在一个点上 为何两人会有如此大的隔阂 如今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说到底 还是钱惹的祸 据黄先生说 他和妻子结婚后 妻子便去了外地工作 只有周末回家 因为他要照看一家老小 便接管起了妻子的工资卡 起初大家相安无事 直到2013年底 发生了变化 到2013年底的时候 他就说他的公司换卡了 那卡就他自己揣着了 妻子要自己管工资卡 黄先生最后也接受了 真正让他觉得有问题的是 三年后 他要为家庭购置新车 手头钱不够 便想着妻子 把工资卡里的钱 拿出来支持 谁知妻子却称没钱了 后来到了16年 我买车的时候 我跟他拿钱 他的工资卡就现在 四万多块钱 我拿了两万块钱 到那个时候 你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是吗 对对对 就借了两万块钱给我弟 然后后来我姐说建房子 我又借了两万块钱给我姐 装修不够 我又借了两万块钱给我 姐又装修 总共就是借了六万块钱出去 他知不知情 知不知情 我都是当下没有跟他商量的 是吗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法沟通 绝对不同意 我要说 你说不借钱给你们兄弟姐妹 我11年的时候 我口袋只有三十多万 我借给你老弟十九万多开店 那你老弟赚了钱之后 也没还给我 自己去买车 也没经过我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你老弟赚了钱 应该要把我投下去那些钱还给我 不能这样自己还 因为我是工资阶层 不是说当什么大老板 是不是 他怎么说 不用还了那些钱送给他 我没说过这句话 有没有 没有 我对天花是我有说 在车上我跟你说的 从这以后你的心里有什么变化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借钱给他们兄弟姐妹 他对这个耿耿一怀 所以你只能用偷偷摸摸的方式 先借了再说 以后他就就着这个不放了 他一天到晚问我钱去哪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接下来就吵啊闹啊 很不可思议 我跟我姐姐先才两岁 从小到大是她照顾 在照顾我 就说我这辈子 我没欠任何一个人的 就欠我姐的 就只有说建房子的时候 她才需要钱是吧 那我做妹的是不是应该帮一下 你希望或者说 你以为她能理解你是吗 嗯 她知道你是出于这种想法吗 不知道 你自己有没有跟她说过 我跟我姐姐的感情 这个她不管 她只是反对 说到动情处 杨女士哽咽了 虽然妻子的苦衷 黄先生不太理解 但眼看着钱已经借出去了 木已成舟 她后来也没再计较了 我是有意见 但是我还是接受了 借钱风波告一段落 夫妻俩的生活 却并没有归于平静 因为黄先生 透过妻子的这张工资卡 发现了另一个蹊跷之处 三年多 只有四万多块钱 我对她这个有意见 她花到哪里我不知道 这个意见 比如说 你的只剩下这么点钱 你的钱你都自己花了 没有用于家庭开支 这一点我有意见 对 我觉得她那样花下去 不是办法 因为我的支出跟收入不平衡 我的承担 每个月不低于8500 家里开销 我们两个人的儿子 每个月4500 因为我跟她是二分 我前面还有两个小孩子 两个大儿子 1500 两个6000 黄猪 1000 那我有个部车 算500 那我自己用500 那为老人家 500块钱 8500 这是最低消费的 不生病 不喝酒 最基本的 对 我多在吃老本 有多少老本 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我一个月5000块钱 工资 就我手机 在我们没结婚之前 你工资还没有5000块 对啊 如果像她所说 她一个月只有5000块钱 那家里那个 大远远超过5000块钱 对啊 她那钱去哪里来的 我想知道 你的意思是 是你付出的 她的收入跟为家里的支出是不平衡的 出去打工 14年到现在 你就交了13000的小孩子的学会 给了3万块钱 给我 我自己在你账户那里提了1万 买车的时候拿了你2万 6万3万 不是什么时候又转了你6000块钱 6万9 14年到现在就转了你6万9 6万9 你自己算一下看是不是这个数 绝对不只这个数 你说6万就6万多 然后再算一下我的收入 一个月5000多块钱 一般礼拜天是我买菜 然后小孩子的衣服啊 什么鞋子 基本上是我买 然后有时候逢年过节啊 有些钱也是我在拿 然后我自己也用一点一个月 我就5000多块钱 你算一下我一年能存多少钱 你认为你已经尽力了是吗 杨女士显得问心无愧 面对丈夫不停地揪数字算账 三句话不离钱 她时而苦笑 时而跌过头 显然是听不下去 但是黄先生依然要谈钱 因为钱是这个家的生活之本 她通过计算妻子的收入推断 妻子自己管工资卡的这三年 至少有几万块钱下落不明 对家庭的付出有所保留 没有分担她多少压力 心有不平的她 于是向妻子下达了通牒 到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 我又要求她卡交出来 她也同意 按理说杨女士的公子卡 重新回到了黄先生手上 两人的矛盾应该消停才对 但黄先生却表示还没完 因为她对妻子的不满意 不单单是经济方面的 我曾经说过 如果说你这三年多才赚了这六万多块钱 还今天说你累累累 你不如回来跟我带小孩子 问心一下 你对小孩子付出了多少 小孩子读书五年多了 你到校的时间去接送的时间 有没有超过二十次 陪儿子读过一课书吗 教他写过一个字吗 一二三是你教他的吗 你有教过他一个祭司吗 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甚至照顾你这方面 你对他是有很大 很大很大很大的意见 时间也没有 金钱也没有 那我还要这个老婆来干嘛呢 这么说我接受不了 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厂里面 做一个品质主管 基本上礼拜天都没有 一个月只休息两天 基本上每天加班都加到十点半 这个可以去查 可以去问我们公司 任何一个同事都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 确实是因为工作原因 导致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顾及到孩子是吗 在厂里坐一个流水线主管 有什么紧张 他是出去玩 他经常开路车 出去玩 那今年的母亲节 应该是礼拜天 他回来之后 煮了饭给小孩子吃 我去送小孩子他不去 我回来了 他哺了一下开路车走了 那天晚上就在微信群那里 再跟同事过母亲节 你会觉得他即使有时间 也并没有把这个时间放到家里 放到孩子身上是吗 对 小孩子不在家 我确实不愿意待在那个家 那我去送他去学校 你应该陪着去吧 你不应该开着一步车去跟 你看一辆车坐五个人吧 我一去就超窄了 在你心里这个家里 除了那个孩子 你们的孩子对你来讲 还有连接 其他的你已经 对你起不到任何吸引作用了 是吗 反正就是 我宁愿出来工作 我不宁愿在家里面 杨女士不愿回家 因为一回到家 她的压抑失衡感 就会涌上心头 她不平衡 自己接管了丈夫上一段婚姻 遗留下来的问题 帮着丈夫养育和前妻的两个孩子 孝顺丈夫的老母亲 这些付出 丈夫为什么视而不见 为什么她想要一点独立的空间 经济上的支配权 丈夫也要加以干涉 为什么丈夫心里 撞着柴米油盐 全家老少的生活开销 计算她为家庭付出了 多少经济和时间 却从来没有问过 前两年吧 我常是请过两个业假 我是打算不做的 回来带小孩 但是在家里面 很压抑的那种气氛 我也受不了 为什么呢 她动不动就发火 动不动就发火 说真的 我做到喘气都没力 有没有 你可能在外面比较辛苦 然后回到家 会面对她的时候 会有意或者无意间流露出 她所讲的那种状态 有 她基本上不怎么跟我沟通 开心的时候会应理一下 不开心的时候 老师问她要理不理 我意见最大的就是她不关心 我发了一张医院那个检验单给她 我几十万她关心一下我 到底什么病啊干嘛呀 没有 没反应 我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礼拜四刚好我的大儿子 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有病住院的 所以他疼到喘气都没力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开着车马上赶过去 你是说你去忙儿子的事情吗 对 160公里离我的地方 你收到了她发的那个化验单吗 医院的那些东西 收到 你当下有回应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回应呢 那天正在开车 我开着车眼睛都睁不开 如果说当下没有来得及回复 等你有空的时候 有没有想起这个事来 问问她 我不会回复她 因为那天晚上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 我那么累 回到家 那个房间乱七八 那儿子回来的行李箱 还在路中间 我失一脚把那个行李箱 踢到脚下去 我就去上厕所了 一出来她不见了 也没有说什么 我说我是不会理她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我没有做到 你对我也没有做到呀 是吗 对 可以这样说 说回来 你有没有体谅一下我的工作 你不要说 我晚上要跟你聊天 聊到三晴半夜 我站着都睡觉 早上要去买菜 买完菜之后 马上要去上班 上完班回来 又要煮饭给小孩子 吃给老妈吃 人家说走快一点 我是跑快一点 你问过她 我每次出门 或者做什么 她有没有帮我 收拾个行李 那我出门 三晴半夜没有回来 她有没有打过电话 你觉得她对你的体谅 也是一样缺少的是吗 非常缺少 我也要上班也要工作 她有关心过我吗 我跟她结婚那么久 有没有说 我们那么累 去哪里旅游一下 或者去哪里去一顿 或者买点什么东西给我 这支媒体吧 媒体我也没有做 你出去打工的时候 你那一年多的工资卡交出来 我是买了两个借鸡给你 黄先生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付出 那我也会有相应的付出 如果我看到你有付出 那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付出 那我没有付出吗 你看她要钱 我的钱全部给她了 我给她 我得不到她一点的关心 她老是问我 为这个家付出什么 我很想知道 她为我付出过什么 杨女士发出心底的呐喊 她受不了丈夫 总是铁板一块 只知谈钱谈付出 却不能像个丈夫一样 给她呵护关爱 更别说生活情绪 感觉得出 杨女士是一个性情中人 偏偏黄先生极其理性 凡事计较得失 不解风情 沉重的生活负担 又让黄先生变得情绪化 不经意给身边的人 带来压力 可以想象 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注定是风波不断 杨女士一次情绪的大爆发 让夫妻俩瞬间 走到了离婚边缘 她跟我闹别扭的时候 两个礼拜没回家 第三个礼拜 回来之后 就要带小孩子走 我妈妈可能会跟我小孩子说 你不要走 要等你爸爸回来 她就发脾气了 就说我妈怎么样怎么样了 说得非常过分 因为我们在吵架 那天晚上她发信息给我 我就回来了 她妈就是很冷冰的那个人 要不就躲在房间里 要不就黑着脸 一回到那个家很压抑很压抑 我不要说出来那种什么感觉 本来那天晚上我就想把我儿子带到我工作的那个地方 我来带她 然后我怎么叫我儿子都不走 她说她怕她爸爸回来会生气 然后闷打电话给她爸 她老是不接 打了几百个都不接 然后她妈跑到团队门口那里就跟我儿子说 你不要跟别人走啊 什么什么的呀 等下你爸爸就回来了 我儿子就 这个话其实是冲着你说的是吗 对 那时候感觉就是有那种很崩溃的那种感觉 我就说 妈 你有六个儿子 为什么老是在我这里住 能不能晃来住 以后她妈 哔哩巴拉哔哩巴拉 说这个家我没有给过一分钱 哔哩巴巴全部扒出来吧 好不好 我想知道 我妈妈八十多岁说的话 不管说什么话 她的岁数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要理解 可以理解 最后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做老人做到这个程度 我宁愿去死了 我就说了 总共说了两句话 以后我就不出声了 后来这个事怎么解决呢 然后她又回来 回来那个挂门声啊 反正踢啊 踢踢啊 这东西 声音就很大 然后她煮饭 她一见面再吃也没叫我 然后她们吃饱了 那个琴师好像控制不住 我就把那桌子掀了 我承认我那次是错了 我也跟他们发声息了 我也跟他们说了 我说那就确实是我错了 心里这股情绪是对谁的呢 她 是跟她之间的问题 压抑得太久了是吗 是啊 那对我 你要在我面前掀啊 在你面前掀 你现在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你知道我今天来这个节目的 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就想知道啊 我都过了那么辛苦就分了呗 大家过着脸黑黑脸臭臭的 反应对小孩子的压力更大 黄先生似乎没有耐心 倾听妻子想表达什么 他用过不了就分 这么决绝的一句话 终止了对话 从他的语气里 听得出他对妻子的不满和愤怒 他似乎还在纠结妻子那一本本的经济账和时间表 可整场下来 我们并没有看出杨女士有什么问题 至少在经济上 他毫无怨言地分担了丈夫的重担 时间上他也尽力陪伴家人孩子 反倒是黄先生对妻子的声讨有些言过其实了 他要离婚的想法更是让人觉得说不过去 我先问一下黄先生一个问题 你确定你跟杨女士离婚 你能接受吗 可以 其实我相信你能接受 因为你根本在你的婚姻和心中 没给他留多大的地方 你是一个好人 你把上有老下有小的重任全都淡过去了 甚至他不做也没关系 那么他现在走了离开了 对于你我相信影响可能并不大 因为他可能在与不在 你都要做这些事情 你权利就更不会给他了 钱是你管的 家里是你做主的 那杨女士在你的婚姻当中 他所能够自由的空间 真的是非常的狭小 那你说他能不压抑吗 那他就巴不得出去跟同事出去玩一下 撒个花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他才觉得是自由一点 可是你又不同意 那么你自己不给他空间 他又不能向外拓展空间 那你想怎么样呢 化地为牢 如果你真的是在家里边 你就以母亲为重 以孩子为重 也没关系 反正这些事你愿意担 然后他又心地善良 他也不会对孩子不好 其实他也不会对你妈妈不好 他只是那时候情绪表达了这个情绪 那么他向外拓展点空间 你应该允许的 否则的话 他的压抑情绪就在 一个压抑情绪在的人 就有可能发生任何和情绪相匹配的行为 包括国际行 你不能简单地要求他 你不能这么干 就是你的这种要求最终会失效的 而不是他不做是我们做不到 他已经做得足够好 你换成第二个女人跟你过这样的婚姻 那你可以试试 心里老师李津平的话 戳中了杨女士的心 当初他依然嫁给了二婚又有孩子的黄先生 看重的就是黄先生的踏实顾佳 谁想这个大家眼里的居家好男人 却不是一个好丈夫 把心思全放在了一家老小的身上 唯独对他忽略 于是他压抑无助崩溃 可不管此时杨女士的泪水连连 还是李津平重肯的建议 黄先生都没啥反应 为此两位观察员决定再做做他的工作 您是经济实用男 您看看 您的所有的言行参考的都是 现实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 一分一毫 经济实用男 他并不讨好 他太木讷了 他太没有乐趣了 他在这个家里待得闷得慌 他不喜欢这个家里 跟您的这个性格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第二个不讨巧是什么呢 在您和您妻子相处的过程当中 哪怕是和他的弟弟和他的亲人 相处的过程当中 您都太认真了 太用蛮力了 不是说这样不好 这样不讨巧 就是您看看 您妻子 她发一张她体检的这个报告 给到您的时候 实际上您就要理会到了 她其实是在求安慰呀 但是你有吗 你没有 你无动于衷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 你也太不懂温柔了 没有这种巧力的帮助之下 您想和您的妻子关系要达到怎样的 如交似妻 我觉得非常难 女方说特别感受不到你的关心 你说你工资卡在我手上的时候 我有没有送过你礼物啊 给你买过戒指吧 我想要跟你说的是 女人需要你的关心 有关心 她要的是两枚戒指的关心吗 有一些男人觉得 我关心女人 我给你买戒指 买这个买那个 花钱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她生活中的那么多小情绪 需要得到照顾 这些陪伴 她是需要花精力和时间的 如果说你缺少这样的方面 点点滴滴的话 你哪怕给她买戒指 她都会觉得你是不够走心的 好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现在母亲是在跟着你生活 但是呢 你对这个妻子生活中多有埋怨 还对着你母亲埋怨 说这个妻子怎样怎样 你想想看 你的母亲会给这个妻子好脸色吗 这样一来的话 你觉得他们两个 能够相处得好吗 你能不能理解你妻子 说回到这个家里很压抑 哪怕你不在家 所以说如果是 你们两夫妻之间的矛盾 一定要放到 你们两个人之间去解决 而不要在长辈面前去 有过多的一些言辞 我从来没在我妈妈面前说过 但是你这张脸会说话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妈妈一定会知道的 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 可能脾气不太好控制的人 都在关注我的情绪 要发泄出去 但是对方需要什么 太缺乏观察了 就像女方刚才男方提到一点 她说我出去那么多次 你有哪次帮我收拾过行李 我觉得听到这一点 还是蛮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妻子 去观察丈夫需要什么 想想周全 我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很正常的 应该经常会做的事情 但是她说你从来都没有做过 这就说明什么 对于你丈夫的需求 你也缺少观察 生活中这样的一些细节 可能一定要多多地注意 不然的话很多的事情 搅成一团浑水 很难办 没错 付出是相互的 温暖也是相互给予的 不仅黄先生要读懂 妻子的心声 杨女士也要学会 关注丈夫的需求 杨女士要明白 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木讷呆版的性格 固然需要调整 但她自己也有问题 在一位观察员看来 杨女士从来没有关注到一个词 差异 两个这么善良的人 这么好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累 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痛苦 我真的要说女方 对自己的婚姻的抉择 对方是好人 那肯定好人嘛 安全 对不对 她对别人好 对我一定好 你当初喜欢她 我看你就是喜欢她这一点 所谓的大男子主义 觉得她 对 她跟我说过 寡言少语 不会沾花野草 很孝顺 她就是看中了我自己 平民做事 对家庭 对孩子 对老母亲 负责任 她自己也承认过 你看中了这些 但是是不是是适合自己 好人不一定 就都能成好夫妻 这里面真的要有个 融洽度在里面 你们之间在一起的差异 第一 年龄 这是 我大了 六岁 相差六岁 但是看过去 你比她长老很多了 第二个 你们的生活状态的差异 你比较疲惫 很累 她比较放松 比较休闲 而且我还判断 你是有过婚姻 她是没有婚姻的 我就第一眼地判断 像你们在很多地方 你是同不了步的 就像你说的 出去旅游 她要带着前面的孩子 在家里 她要注意到老母亲的生活 你没有这些顾忌 但是真正融合到这个家庭当中来 你必须面对 而不是用你的那些话说 你那么多儿子干嘛 一定要待在这里 不能这样子 要责骂一个老人 一个无辜的老人 她无法主宰你们的婚姻 她也无法主宰你们的生活 你们很多现实的问题 是不可改变的 只有女方 你重新要调整形态了 改变一下 男方当然 你也必须要改变我 你这个样子 对 我一定 我肯定是想改变的 其实两位都很辛苦 而且是这个辛苦 我们站在杨女士的角度来说 她嫁给你的时候 其实绝对是带着 十二分的勇气 她第一次结婚 而你离老婚有两个孩子 完了之后 两个孩子 虽然跟着你的前妻 你还得去养 那她也做了这个 下了决心 跟你一起去养这些孩子 也是跟着你过日子 对吧 这是事实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她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呢 那就说明 她在你身边慢慢地 有一种放弃的感觉 就是你 你是个好男人 可是好说话 和好沟通 回到这个家很冷 你刚才讲了很多 我们看到 作为一个男人的累 没问题 但是男人的累 就是我们带给身边女人 纯重冰冷的理由 你很累 累了之后 你不会带个 继续带个家温暖 愉快 作为一个女人 她跟着你 她又何求 就像你说的 这个女人 经济上不能帮我们 生活上不能帮我们 那我要她干嘛 那从女人的角度 来看意的话 从经济上来讲 她并没有依赖你 接过她的包袱 或者共同去健康这些包袱 然后把自己的收入 全部拿出来 往那之后 这个男人还不开心 那她有什么积极性的 来跟你每天笑脸相对呢 其实你怪一怪她 如果她很成熟 她也逗一逗你开心 这个也很理想 反过来 如果她不开心 你那作为一个男人 回到家里面 依然保持一种乐观向上 我想她也会被你感染 但是很可惜都没做到 所以大家就进入到恶心循环 那就是两位 不知道面对沉重的负担 怎么调节好心情 进而去鼓舞对方 那怎样才能点燃第一根火柴 我觉得就是感恩之心很重要 如果我是老太太 我站在你妈妈的脚 都80多岁 她当然可以说说她了 没问题 但是老太太也要感恩 我这个媳妇 在我儿子真的是最艰难的时候来的 在经济上曾经也给我儿子很大的帮助 你也感恩她 你没有 并没有嫌弃我这么沉重的负担来到我身边 至少在一开始你对我那种好 我都怎么能忘记呢 她也要感恩 因为她愿意嫁给你 说明你带给了她爱你 相互感恩 相互理解 还是有出口 还是有未来的 胡老师看好两个人继续走下去 虽然黄先生性格刻板 有些大男子主义 但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 她提离婚只是一时赌气 眼下也有改变之心 杨女士呢 她对丈夫有感情 她爱这个家 既然如此 密室调解的重点就放在了如何帮助夫妻俩消除隔阂 修复感情上 为此调解团队派出劝和能手廖阿姨出马 面对廖阿姨 杨女士积压已久的情绪 释放了出来 哭吧哭吧哭吧 出来告诉廖阿姨 哭吧哭吧 真的哭去了 真的 待杨女士情绪平复后 廖阿姨跟两人谈了谈心 感受得到你所有心里的委屈这么多年来 一直的迎人 你的指呢 再帮她擦一擦 更大老婆回去了 对 对对对 廖阿姨的一个小提示 拉近了夫妻俩的距离 或许是老师们的话起了作用 此前看起来有些冰冷的黄先生 此刻露出了柔软的一面 对于妻子的关心 终于不再藏着掖着 其实我喂她 我流了很多眼泪 真的 我没有说假的 真的 我看得出来 你看她哭你眼泪水就出来了 这原型就是爱知道吧 把所有心里的委屈下 我希望她怎么样的 因为以前你们的沟通是有误会 不会沟通啊 一沟就吵 来 你希望她怎么做直说 顺着廖阿姨的意思 杨女士向丈夫表达了心声 其实方面最好那个站就分明了 就不用老是 她在怀疑我干嘛干嘛 最好我拿个站 对不是在经济上要经营你的信任 是吧 但你也希望丈夫在经济上双方都来公开透明 可以吧 可以啊 以后能不能对我关心一点 你们打电话问一下话过来看一下我 可以啊 我这次我就做了很多改变了 这个时候你要做好桥梁左右 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黄先生承诺做好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双面胶 让妻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当然他除了要学会做一个温暖的人 还试着要变得更有趣 无论是妻子的要求还是廖阿姨的建议 黄先生都爽快地回应三个字 可以啊 看得出他正在慢慢地放下大男人的架子 卖出了妥协包容的布子 此刻我们期待着夫妻俩能够放下 那些不愉快的过往重新开始 已经结束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协议内容 协议第一条 双方承诺今后相互公开透明收入情况 家庭经济开支互商互量 第二双方承诺今后主动倾听对方的需求 相互关心支持互量互让 共同孝敬长辈呵护子女 共建和谐家庭 双方觉得可以吗 可以 我们先签字啊 老婆 以前我是住了有不够的地方 但是以后我会努力去赶 我希望你能够体谅一下我 好不好 好 我就抱抱你 以后让我眼睛能理解你 抱有你 以后我们大家过得好一点 解开你的心结 谢谢你老婆 还有那天 我对你妈发脾气是我不对 我在这里跟我婆婆说声对不起 我以后会好好改 谢谢你能这样想 好吧 来 还有眼泪吗 擦一下吧 来 用你衣服帮你擦一下 这个动作好浪漫 你有信心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男人吗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也是一个很累的男人 以后两人在一起就把自己当 再年轻一点嘛 在生活的海洋里面有时候累 但是还是保持欢笑 是吧 把自己当大孩子 不要把自己变老了 以后不能打架了 好 谢谢你 调解结束了 此前一脸疲惫的夫妻俩都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他们用温暖的语言和动作传递着对彼此的爱 相信经过这场调解 黄先生能够从妻子眼里的一块铁变成一个充满能量的太阳 照暖妻子的心带给妻子快乐 他要明白 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 一书一饭 还有细水长流的点滴温暖 以及那些不经意的温柔和感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